科技大师三宅一生以一块布为宗旨 提出东方扁平式的美学 运用压折的技术使东洋的服装更多了份实用性 在春夏最新的作品中 把她的莫逆之交也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平面设计师 田中一光的平面作品为本季主题 田中一光用现代化的手法结合日本传统的主题 在没有电脑的年代以简单的几何与色块 树立节制优雅的现代日本平面风格 三宅一生借这次的发表是一份致意也是一份感激 大多认识三宅一生 那借由这个牌子我们又认识了这个 日本的曾经有过很重要的一个平面设计师 叫田中一光 这两个也是大事结合了 那我觉得应用在服装上面非常有趣 三宅一生的衣服很有意思 如果你更了解他一点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那个皱褶不是随便的皱褶 那个皱褶跟我在20年前看也不太一样 更舒服 更自在 展现出创作的那个原演不断 不一定要很大的变化 是细微的细细的内在的变化 是跟着你的人生在走的 所以我还蛮喜欢